您的业务是否需要多个用户操作卖家平台 此视频将会教您如何编辑用户权限 要编辑您的用户权限 请在卖家平台主页右上角找到设置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权限 在此页面 您可以给您的卖家平台账户授权用户权限 包括添加最多100个用户 给每一个用户设置于与他们自己的登录信息 限定每一个用户可以查阅和修改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实现给不同的团队授予相应的操作权限 比如您会计团队仓库员工或兼职实习生等 给新用户开设卖家平台账户的操作权限 请填入他们的邮箱地址 然后点击发送邀请 此步骤会添加新用户到受邀用户 他们会接到一封邮件 邮件包含可以让新用户创建他们的用户名 和密码的链接 新用户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后 状态会显示为等待中 此时请点击确定按钮来编辑他们的权限 在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您可以为操作账户的用户设置不同层级的账户权限 这些权限包括 5 表明用户无此部分权限 阅读表明用户仅可以阅读此部分 阅读和编辑 表明用户除了可以阅读此部分以外还可以进行编辑 全部管理权限 设置完后点击页面底端的继续按钮来保存设置 您可以随时编辑用户权限 更多内容请在卖家平台帮助里搜索用户权限